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忘记是什么context 反正就是你要搬一下 我也忘记 我怎么会跟这么多人说话搬一下 我还没搬 搬过去之后网路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边的网路跟太多人share 所以有可能会挂掉 好 那我们还是重新开始吧 好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在日本工作的Ker 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聊聊 Hello Ker呢 他自己本身也是PiCon 台湾的志工 然后之前呢 我们从正在筹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他就给我们蛮多的建议 所以他也算是PiCast的顾问 然后在我们今年大会举行的时候 我们线上有一个PiNight活动 在PiNight活动上面 我们有邀请Ker来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访谈 我记得还有Ker那时候还有分享就是 他连续五年投稿的秘诀 然后大家还蛮多人听了就是意犹未尽 你觉得只有五分钟实在是太短了 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似乎是Ker自己有提到说 在大公司里面使用Pithon的工程师是什么样子 这样子的题目 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 这个也许这样子的题目可以拿来PiCast聊一集 再来是我们要恭喜Ker 就是上了以外 上周末就是拍看APEC 然后Ker也是讲者之一 那Ker有获选就是拍看APEC的最佳讲者 觉得超厉害的 这个东西自己也蛮意外的 就是好像听说是因为在Q&A的时候 就是有受到一些还不错的反馈这样子 但是我其实还有去参加一场Panel Discussion 然后在那场里面我自己就觉得还有蛮多需要加强的地方 所以算是一好一坏这样子 不过还是很感谢主办给我的一些肯定 我不知道是每一个地方的PiCon 都会有颁布最佳奖者的这种奖项 因为PiCon台湾好像没有听说有这样子的传统 这个我也没什么印象 我听说PiCon APEC最佳奖者的奖品是你明年可以飞到PiCon US去参加 是这样吗 听说是这样啦 但是具体上我到底能不能飞过去可能要看实际上的疫情状况 所以我会觉得说也许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别人 如果到时候状况真的回复的话 也许可以当作一种 反正他可能到时候是一个优惠吗什么 可以再带一个对PiCon US有兴趣的人 说到PiCon APEC 在这边顺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明年的PiCon APEC会是PiCon台湾来主办 而且明年的总招David呢 他在大会上嘛 好像还跟唐凤同框的样子 对啊 他现场交接有给一场蛮不错的演讲 就是说唐凤吗 呃不是不是 我说那个David就是明年台湾主席 他有给一个短讲 然后那个短讲其实还蛮不错的 然后好像还有组织稿在Facebook的样子 哦真的哦 哇那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我自己都没看过 惭愧惭愧 有那个PiCon台湾的粉专上面有转贴 我觉得就是期待啦期待明年 我们在这边强烈的声明我们 PiCon台湾获得明年主办权 这件事绝对不是唐凤控制 就是大家的脑波获得的 也有可能是他有控制啦 奇怪话 好那反正总之呢 恭喜客户 然后希望你明年到那个 US 的PiCon也可以获得很棒的体验 对 这我可以讲一下 就是我一般准备议程都是大概 年底在准备 然后准备头隔年下半年的PiCon 那一直以来PiCon US都是在上半年4月左右 所以PiCon US其实一直都不是我 会想去挑战的研讨会 但是 因为时间太短嘛 因为他们如果4月要办 他大部分call for paper call for proposal 都是在11月12月 那大部分 就现在就要截止了 对就是现在 那大部分这个时候我都是 我还在准备的时候 所以明年的话 如果真的有能够清零现场 大概就是去参加 然后以一个会众的身份 也许PiCon APEC 这边 会有自己的一个boots 那我可能就也会在自己的boots这边 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 把你今年在PiCon Taiwan的这个奖题 拿去PiCon US投稿 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 就是有在每一年都有在投稿 再加上我也有审稿嘛 作为这样一个有经验的状态来看 我会说每一个题目 它是有它的时效性的 所以像以我去年给的演讲来说 今年给的演讲来说 这个这个主题 当然明年还是可以继续讲 但是他可能明年就有一点过期的感觉 尤其如果是在PiCon US 这个算是PiCon界的最高殿堂之一 那像在PiCon US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可能就有点过期了啦 就是如果放在其他PiCon 可能还没有到过期那么严重 但是在PiCon US 这个肯定就不是一个最适合的主题 所以以我一个审稿员来讲 如果我今天是PiCon US的审稿员 看到这个稿 我可能就会评论说 那你在2021年这段时间有什么新东西 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为什么我要给你在今年这个时间点讲 对这部分的话 我可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还是以参加为主 那回到正题好了 你在进入社会之后 得这几份工作都是在一些外商公司 而且都是规模蛮大的公司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 你就是你怎么会去到这些公司 然后你怎么准备的这样子 可能在PiCon这边蛮多的人都是有用Python的Skill 那你是因为他们也都是用Python吗 或是你有看中他们的使用的什么技术 然后去挑选这个工作 如果说是刚毕业的时候 其实没有想太多 就是原则上就是能去拿就去拿 尤其尤其在台湾的状况 可能可能大部分本科毕业生的话 比较热门的产业会是半导体业 那相对一些比较精英或者是少数的人 就会到比较软体业 那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话 我第一份工作 其实也是在做所谓硬体的软体界面 虽然我们是在做软体界面 但是它其实还是基于硬体的东西 那直到后面几份工作才是跳到 纯粹的软体服务上 那到第一份工作开始 我才有在真的在写Python 但是写Python也不是在工作的产品上写 纯粹就是自己写开源写好玩的 那写好玩写到后来就发现 这个原因带给我蛮多乐趣的 那也参加社群嘛 同时也参加社群 那后来第二份工作的时候 一样还是没有刷题 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刷题 有办法进到Fan 我还蛮好奇 就是因为刚才你有讲到说 你是写Python是写好玩写乐趣的 那你在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 你会想说就是特别去找 就是有写Python的公司吗 呃会答案是会 这可能要跳得到 其实我在找第一份工作前 我有实习过三间公司 那三间公司里面第一间是 就是做纯研发 就是我当时在里面就是 其实也没有写任何的程式嘛 就纯粹就是做研究 那第二份工作就是 用Python去开发一个东西 那当时公司内也没有人会Python 就纯粹就是认为 Python这个语言好像很红 就给那个实习生 对现在来看 这是习生平常的事 但是以当时的角度来看 这个算是 呃就是你会在半导体 也偶尔会看到就是 诶好像Python很红 所以就诶 谁哪个 那个intern来写写看这样子 好那第三份工作 我觉得我其实是到日本的公司去实习 那内建公司就也是用Python 所以确实在那边 我是有接触到Python的软体服务的 那回过来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当然我也是有去找 呃Python相关的公司 但面额都没有上 那原因也蛮简单 现在回头看都觉得蛮简单 这是因为呃大部分小公司 就是他们在全用Python就是为了要很快可以做出产品 可以对客户交代嘛 因为尤其小公司的立场 它的那个功能开发的迭代速度要很快 他需要的人是有办法快速开发 然后再加上他可能会认为说你也没有经验 的前提之下的话 他可能就会觉得 诶还是风险太高 再来第三点就是可能我开的薪水 他觉得不太合理这样子 这些情况我在第一 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遇到 所以第一份工作回过头来还是去找一些比较大公司 给得起我想要的数字 然后做的东西 当然就自然而然不会是跟Python直接相关的 就是你觉得说大公司应该 比较有资源可以分配给 还没有那么成熟 可以独立丢产出的新人这样子 如果你要这样比较的话 这我可以讲就是说 呃小公司他对于招募人才的成本是很高的 你想想看一个小公司 如果只有只有20个开发者 他招一个人进来就是承担那二十分之一的开发量 所以他的招募人才成本很高 然后他可能对于 呃我们所谓 培训的成本又没有办法投资这么多 对那大公司的话他就会相对来讲 会比较有一套呃培训的就是预算在那边 然后也相对来讲就是因为人很多 所以一个小螺丝他需要更长的时间下去适应的话 对公司相对的比重没有 根本比较高 嗯 我自己就是待过startup的经验是 startup的容错率比较低 就是他会需要极占力 可能有时候方向也会很快的在变动 那这时候就是会需要一个人他可以有更多面向的skill set的那种感觉 嗯 客人你觉得吗 小公司的话 原则上我是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是觉得你最好还是先有在大公司过过一轮再过去 除非你真的是一些相对凤毛麟角的存在 就是例如说你可能在学时间就真的搞一些想进市场的服务 但是如果是一般人像我像我这样一般人的话 为什么进大公司比较好 对这件事情其实回过头来是因为我有实习过 那我当时在日本实习是一间小公司 那我还记得我印象超深刻 这件事情其实让我蛮没有说 就现在来看会觉得还好 但是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啊 就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同事是从NTT NTT算是日本就是类似日本的中华电信 就亚历 对对对就是从日本的NTT转到那间小公司 那当时我记得很多同事就说 那个人是NTT来的 那我就在想说 他是NTT来又怎么样 就是为什么你要去强调这件事 你们现在都在同一间公司工作不是吗 可是你现在想想看 你去看那些很多创业的小公司 你会不会去看他们常说 诶那个CEO或者CTO以前在Google工作过 他常会有这些在那边宣传说 这个人以前在哪里待过 所以让人家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宣传的东西 但你现在来看就会觉得说 诶如果你一个新鲜人 或者是一个工作经验相对少的人 你跳到小公司去的话 你不就是不是其中之一吗 那你为什么要成为那个不是其中之一的人 明明你都知道 大家都是用这个手段在做事情的 对这是有点 从统计上来说 我必须要说这还蛮残酷的现实 那我们再回到你刚刚第一个问题 对我还没讲到后来进一份之后 我其实在第一份进一份的工作 我是没有刷题的 就很常很多人在那边说 就是进这些软体服务公司要刷很多题目 然后刷题就是指说去写很多演算法 资料结构相关的练习 就很像是很像是那种高中生 或者是国中生在练习那些 机册学册的东西这样 那至少在我第一次进份的时候 我其实也是一样就觉得刷就不刷了 反正就试试看没上就算了 对那没想到就是后来就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上 其实我后来知道为什么了但是 诶等一下那这边就是快速问一下 所以你面试的过程中还是有考算法 呃有但是考的没有很难 就是而且而且而且考的东西 事实上是那种 呃我觉得我找的那个职位蛮特别的啦 他其实不是一个很传统的软体工程师 他比较算是一种 那个那个职缺是有点像是 呃我们叫做服务工程师吧 叫 support engineer 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那其实他不是 support engineer 他是一个team 里面原本都是 support engineer 然后他就想要转型成 因为他们发现有一个很强烈 需要正常工程师的需求 所以他们就去找开学去找正常工程师 那我因为我是我自己算是第二 第二三个被招进去的正常工程师 所以整个team内他们在招聘的流程 跟想找的人才这部分 其实需求是还蛮特别的 总而言之就是透过这个机会 就进到进一个敲门砖这样子 哇那刚刚有讲到说 就是你没有透过刷题 但他还是有考一些比较基础吗 因为我觉得蛮多人刷题 可能是因为他在第一关 在考那个算法题的时候就过不了 所以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进到这个公司 是因为刚好这个机会吗 还是呃因为你真的有一个亮点 这个我可以讲一下就是事实上 不是每一间公司他想要的 他的面试流程都是那么的刷题导向 那目前最我们可以说 恶名招章 就是其实目前业界最常去参考的样本 其实是来自一间公司叫谷歌嘛 那其他公司他们刷题 其实是有一些变化 例如说有很多公司 他不会特别挑很难的题 甚至会要求不要挑难题 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你挑这么难的题目 这个人如果都能解这么难的题目 他就会去谷歌 他不会到这间公司来 所以他们其实面试人的导向不太一样 好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像我挑的直屑我刚刚讲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support 转engineer这个转换期 那像这种转换期的team 他需要的人 以我的角度来讲 他需要比相对来讲 比较能够了解需求 那什么样叫比较能够了解需求 大部分来说就是蛮注重沟通 那再加上这间公司本身的面试流程里面 大概有50% 其实是蛮有名的啦 就是50%都是在沟通 所以相对来讲可能你只要沟通这块 英文沟通这块可以 那写程式这块的话 又说这个team刚好是在一个转换期 所以面试我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 其实不太会写程式的写程式的人 但是在进去之前我面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感觉 但是至少我知道他问的问题很简单 其实每间fan不太一样 但是至少有些fan他找人是这个模式在做 我可以说出你那一间公司的名称吗 其实可以啊 因为反正反正我的linkin是开的 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到Curl的linkin 就是AWS吗 其实他是一间叫A9的公司 他原本叫A9 现在就是part of Amazon 对对对 反正就是Amazon下面的一盒子公司 对 我其实之前也有就是面试过AWS的职缺 所以我知道你说他们很多都是偏向客服工程师的 那个概念 其实我那个team不是客服工程师 但是他们是转型的客服工程师 对就是他原本他在做的是纯粹support 纯support就是你可能就跑一跑脚本啊 大部分可能很多时间都是在做那些所谓的我们叫tiki自动化 tiki自动化就是指说那种很多公司会很多乱七八糟的那个问题会到这个 到这个团队 那就需要做一些自动化的方式下去处理这些问题这样 所以他们不是接电话的那种客服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搞到后来这一堆自动化的东西就是很乱 那他们需要很大的系统下去支援这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说要找工程师下去处理很多相关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他是工程师他不是客服工程师 他们觉得工程师的质量是不是下降了 那有些人就讨论说原因会不会是因为很多内转的 因为内转的话就是你可能你就进到这间公司 你先进到一些相对好没有技术质量 他对我来讲对我职业来说蛮幸运的 因为他就很像是一个环境让我有办法去自由发挥 因为以当时那个角度来说可能我刚好又是那个懂得怎么把东西从没有做到有的人 听起来你这份工作做很多比较偏向自动化的工作 所以他就是以我们角度来讲就是会使用Python的频率就会比较高 没错我在Amazon这间公司做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多都是在做各种自动化 或者是介面提供介面然后让使用者使用 那介面的背后也全部都是Python几乎都是Python串出来的系统 就是你在做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去主导的吗 一半一半就是我在进去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一些系统 那那些系统当然就是原本就在了 我们就要负责去维护跟加新工作 那当然后面我加进来后的新的系统的话 大概整个团队当时我在的时候的系统是我主导的 没错 就是你当时主导的阶段Python使用率大幅上升 对原则上我就是把公司一些就是像比较比较旧的技术 像是pearl所有用pearl写的脚本都换成Python 然后把一些就是例如说他们才用Python2在写的东西 我就把它转成Python3等等的大概就是帮忙在做这些事情 那像这样子转换不同的使用语言公司来说就是就是你在这过程中会有遇到什么阻力吗 比如说有的公司可能会觉得说还可以动就是就不要换 对我之前看过一个梗图好像是说你怎么可以去碰那个放了十年的扣 你做了什么然后他就说我只是改了一行程式吗 在这种大公司里面他们的服务应该都是蛮大型的吧 就是你在推动这个事情上自由度高吗 至少在当时的话他们找我进去是因为的确是因为他们需要会Python的人 例如说我当时就帮忙Tim建了一个大概是全公司第二个还第三个 Flask做的服务这样子那时候还没有Fast API 所以当时就是整公司也没什么Python的东西那的确我就是前几个导入Python的人 那你你问说这个推这个技术会不会有难度答案是对你刚刚讲的都是对的就是事实上那些笑话也都是真的 尤其是那些很多pro的脚本我们就会常讲这些笑话就是说你看得懂他那个实际上pro在做什么 这个没有人看得懂可能也没有人能够跟你解释为什么 那我当时的角色其实就是第一我在公司就是一个他们会知道说你这个人比较懂Python 那我如果想办法把这些存在正在被用的pro的脚本转成Python的话 原则上不会受到太多的阻碍 因为第一大家都不想要维护那些pro的东西 那第二就是你又是那个懂Python的人 所以原则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这一点的话在推动上我是没有受到特别大的阻碍 那同理就是我在前公司做最大一个pro自己算是我最敢对外讲的是 至少我我之前待的那个大组Python二转到三的那个工作是 我算是发起重启的其中一个主要的人 那这件事情的话我必须要说就是他的确是有他的困难性 就例如说这件事情有没有曾经在公司发生过 有他在他其实在几年前有被推动过 但是推动的一个工程师他并不对Python有那么大了解 他只是知道说这些二到三这件事情势必是要发生 那我在隔一年去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有讲比较清楚说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然后建立一些像是规范 就是说要怎么执行这件事情 然后要看哪些文件 所以我们确实有做比较多这些前置的准备工作 那这些尝试我们就是有从一些比较小的 公司内比较小的部分开始 那我们有一些很多有一些小的成功的案例 然后之后才有办法把它推展到整个组 你那时候遇到的就是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遇到最大的困难我认为就是第一步跨出去 要跟公司讲说你不应该继续用Python2 就是你应该要转到Python3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为什么困难主要来自说 我那时候就是一个东京的无名小组 就是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我都自嘲啦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你就一个人在东京在那边干事情 然后在那边讲要推广 就是要转到Python3 没人会理你 那我那时候就看到我们其实有一个同事 他是他以前在Dropbox工作 那我们都知道那个Python支付Griddle 以前也在Dropbox工作 所以他们其实是就是前同事这样 那我那个同事他其实是主任工程师 就是非常高阶 在公司内非常非常得高望重的人 那我第一步就是想说 要去尝试跟公司推这件事情 要先找到相对公司讲话比较有声音的人 帮忙推推动这件事情 所以第一步其实主要就是发信啊 然后包括找到之前曾经有想过给公司推 在推动这件事情的人 然后再找到相对德高望重能够向上给组织推动 产生就是让组织愿意投资在这件事情上的人 那从这部分开始的话我必须要说就是 他的确让我需要很多就是要怎么开始一件事情 然后要怎么对整间公司产生更大规模的影响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刚刚说这个Griddle的同事啊 他既然之前是同事他们有合作经验的话 他为什么没有先想到说他要导入Python3这件事情 其实你必须要说就是在这么大一间公司底下的时候 以我前公司来说他就有上百个Python的我们叫package 它就有上百个Python套件 那你一个作为一个主任工程师 你的角色并不是去管这件事情 而是去想办法 例如说他的角色就是做实验 想办法找出对公司有产值的专案 推动这件事情跟你做这件 执行这件事情 并不会是他们在 并不一定是他们的第一优先的工作 那以我当时的状况来看 我觉得对他来说也不是第一优先的事情 嗯 了解 听起来比较像是他们专注在开发新的功能上面 是这样的 可以这么说啦 就是他们在意的是价值 而不在于说 用了什么技术 我们叫做engineering excellence 工程质量吧 公司内的工程质量固然重要 但是对于你在高位的人来看 工程质量并不是你的第一优先 因为工程质量应该是你下面的人 他的第一优先 那你的第一优先是帮公司找到有价值的事情 这有点扯太远 这个很像是大公司的一些mindset 诶 Benson 你分的出来赫跟红赫哪里不一样吗 我不知道诶 是颜色不一样吗 你为什么要突然问这个啊 没啦 因为我们公司Infuse AI最近开发了一个新的工具 叫做crane 就是賀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画了一支賀当logo 结果发现案情并不单纯 诶 什么意思啊 就是crane这个工具最重要的功能是打包container image 那container不是大家常会有那种货柜的意象吗 但crane这个英文单字的意思除了是动物的那个鸟的那个赫之外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起重机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双关就可以取那个 起重机抓着货柜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logo上除了画了赫 就是后面还画了一个西洋 这边还有个台语笑话就是它可以简称西赫 有点冷耶 那跟红赫有什么关系啊 对就是那个赫害我们闹了一个笑话 就是我们后来才知道说赫跟红赫是不同科的生物 就在那个生物的分类学上 然后这件事情被国外就是review open source project的youtuber拿出来笑了一下 听起来有点尴尬耶 那你们开发这个工具是做什么的啊 你要不要多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我们有观察到啊打包container image 对于有基本Docker知识的使用者来说很简单 可是对于新使用者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开发背景的使用者来说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图形化的轻量界面 大家可以在windows或者是mac下用图形界面轻松的打包container image之外 你还可以透过conda pip apt预先安装package 为的就是带给大家一个简单又方便的体验啦 哦 听起来还不错耶 那你们这个工具要怎么收费啊 你就问到重点啦 Infuse AI身为长期支持open source的开源好朋友 这个crime也是open source的哟 哇 太棒了吧 那到哪里可以下载咧 赶快到GitHub上面搜寻Infuse AI infuse AI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打猩猩哦 诶 是吗 是说我有个问题想问耶 你们那个crime的logo啊 它最后画的那个鹤是什么品种鹤啊 鹤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分类 它是一个鹤颗 所以我们就是画了一个鹤的形象 但并没有特别指定它是哪种品种 所以说就是那个鸿鹤 应该是我们在动物园里面常常看到那种粉红色的 然后它的嘴巴弯弯的那种苗类嘛 对 虽然它名字里面都有个鹤 但是鸿鹤跟鹤 其实是两种不同颗的生物 哦 难怪会闹这个笑话 那你们画那个鹤啊 是不是日本的那个仙鹤啊 日本的丹领鹤其实是鹤颗下面的一种 其实鹤还有就是 不只是日本有 然后还有像是美洲鹤啊 西伯利亚鹤就是鹤的分类也是很多种 然后它们同属在鹤这个大的科目下面 总之不管红鹤白鹤都是好鹤 只要最后不要细鹤就好啦 谢谢我们鹤颗小公主四貓 谢谢 那我想要问客就是 你在这些不同的工作当中就是 我看到你不只是使用python 也有很多不同的程式语言 然后还有可能涉及不同的domain knowledge 那想请问就是你是怎么样 可以在这些转换的过程中就是 尽快的去抓到每一个domain的精神 这个excellence的部分 通常你会遇到问题就两种 一种是你不熟悉 语言一个新的语言 第二种是你不熟悉一个新的框架 那两种的处理方式就是透过你经验越来越多 你就会发现你看到这个新的语言 它写法其实大概可以你可以通常都可以找到 例如说你就可以去找你不会pearl 你就去找有没有python2pearl的语法对照 那相对的说你今天如果会 其他语言那其他语言也是有类似这样的对照 框架的话 原则上框架跟设计模式会有挂钩 就是你只要设计模式熟了 你对框架基本上不会有太陌生的感觉 那唯一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 我会推荐去看看最近其他一些推广开源的大公司 他们在推什么 所以我刚刚讲了就是这件事情 其实原则上比较容易发生在经验少的人身上 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说经验不足 所以你会有那种彷徨就是遇到一个心动性你不熟 基本上在你技能经验足够的情况下 这一类的风险会比较低 因为你不太会被找去做一些你不会做的事情 但是在你技能很少的情况下的话 这类事情就会比较多 那我还蛮好奇就是如果你看到 比如说有别的专案就是 你知道自己可以做的很好 但是他并目前你自己不在那个配置里面的话 是可以去争取说去加入别的专案的吗 事实上我在两间大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 我确实都有遇到同样的状况 那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 我跟其他人讲也都是一样 第一你必须要证明你主上的事情 你都能够很轻松的把它完成 因为第一个你要满足的对象就是你的主管 你要让你主管很开心吗 你主管觉得说我底下有一个员工很棒 他把我事情都做得很好 那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你就有办法有多的时间去做一些 其他你觉得也蛮有趣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刚刚前面讲很多mindset的部分 那我其实有一个我蛮想问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在两个fan的公司待过嘛 一个是Amazon下面的一间公司 然后现在在Google工作 那在这么大规模的公司里面 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些 就是跟一般公司很不一样的沟通方式 像你刚刚有提到你前面提到说 你有跟Guito的那一个同事 他是一个可能比较有声望的人 或者是比较就是有技术的话语权的人 你去找到这样子的人 去跟他们沟通的方式 在这样大公司里面 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 那因为我之前有听一个另外一个podcast的节目 那他有邀请一位Facebook的工程师 那那个时候他就有提到说 他们在Facebook用workplace这个社群媒体 那他是一个有点像脸书 但是他是工作用的脸书 那他就用这句话来形容 他说这个社群媒体聚授 使用一个社群媒体来管理他们自己 那他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啊 他们一样会去发文啊 或者是去跟大家按赞啊 按爱心啊留言 或者是他们要自己想办法 去自主联系不同的人 这样子去推动专案 所以就是我想问你另外两间 Facebook的公司里面工作 你们有没有这一种 跟外面公司不一样的方式 去做这种沟通啊 或者推动专案 我可以先回一下 我也有脸书的朋友 脸书那个是特例 其他公司没有在这样做的 而且脸书那件 这个管理方式 其实有一些诟病的点就是 呃 他有点让沟通会有点困难 有时候因为 有点发散对不对 对会很发散 而且他我我我听过他们就是 因为不用email 在做一个主要沟通平台 会导致他们有一些 你说你现在在脸书里去看 你就不会看到所有你follow的人 的讯息 资讯会辣掉 那你在公司也会有 一样的状况 对 我听过啦 但是我不代表脸书讲话 因为我也没工作 我那时候听到这一段 我就觉得哇也太特别了 但是又想到说哦 这件事我现在叫meta嘛 就就meta好吧 那也合情合理 毕竟他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公司 但是能够想像那个资讯量非常庞大 我今天其实大部分公司的做法都一样啦 就是他会有一个制度是 你如果要向上沟通最基本的制度 就是透过系统设计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系统设计文件 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值得去做的 这通常都是大公司第一份文件要做的事 这件事情通常会给pm 或者是做一些UX UX就是所谓做一些使用者体验 所以我们会有专案管理跟使用者体验 跟工程主管 就是这些人会一起讨论说 诶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那讨论完之后呢 就会产生出一份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就会给上面看 上面就会说 诶好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就会到我们所谓工程师身上 工程师身上就会开始写所谓的系统文件 那系统文件你就会跟人家告诉他说 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主要前面沟通的话 大部分都是用这些形式来沟通 你要做到一个正式的沟通的话 这些都是基本的 就是你要有非常完整的文件去支援你的想法 跟告诉别人你在做什么 对 因为感觉你们自由度很高 就是说 你们有可能自由的去发想说 诶我想要帮公司开发一个新的产品 或者是一个新的feature这样子 然后比较是下面的人去向上推动的感觉 事实上不是 事实上的做法都是上面的人会想一些方向 他们会有非常有些有些人在公司就每天都在开会 他们会想一些大方非常非常模糊的大方向 然后接下来会把大方向就切成比较小的范围 然后丢给相对管理少一点人的主管 然后少一点人主管又会再把问题切得更具体 丢给相对比较执行解决方案的人 大部分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来做的 那我想要延伸一下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有看到你以前曾经说过说 呃有时候在大公司是需要从零开始建立所有的project 不过现在听起来可能是是拿到方向 但是并不是说这是你要无中生有整个workflow 是这样吗? 呃我们我我讲见 因为其实这个讲起来会蛮模糊的 一般我们会切成两块来谈 一个是产品一个是呃技术 那产品来说的话 呃通常那个大方向会是决定好的 那技术你要怎么下去做那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讲那个从零开始 如果是在pycon这个层级在讲的话 我们大部分讲的就是说 哎你要去跟上面的人讨论说 为什么不要再用python2 对那你要跟他证明说 哎因为python3比较快 因为社群都支援python 这个时候不一定上面的人会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你下面能够产生的一些声音就会相对重要 那对于一些呃比较重视 我我刚好讲就是engineering excellence的公司来说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他上面会比较开明一点 他上面就会去听说下面的人他们呃有哪一些需求 甚至上面有一些人都会蛮有对这些事情会蛮蛮知道说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你知道python2到3不是只有python2到3 事实上很多语言都有都有版本向上 或者是要怎么做版本转换这些问题 所以事实上呃我们讲 从零开始的话呃如果你论比较大的问题的话 这个这个应该是比较具体的 当然小的问题有有点像是说呃你要从零开始建一个呃我们叫build system build system通常指的是说公司内开发的流程工具 那像公司内开发流程这种工具他其实他一定是有那历史脉络 就可能从你你像如果说是谷歌可能03年前他可能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他就有内部有在建一建制一些自己的开发流程工具 那这些流程工具会随着你的系统的增大演化吗 那你看像你现在大家都在用的GCP AWS 他其实都是透过这些原本这些流程工具演化而来的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从零开始的 当然是都是从这些大公司从零开始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呃相对社群的标准很好的标准可以参考 那你说现在的社群有没有很好的标准可以参考 有但是呃相对于当时他们就要做这件事情的人来说 当时是没有这么多可以参考的东西 所以很多东西在当时都是摸出来的 当然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 现在这时代很多情况是要反过头来把这些公司内的解决方案推回社群的 那有很多种推法 有些推法就是推成云端服务 让你就直接进来用云民服务 那其他推法就是说做一些开发工具把它开圆 然后让那些其他的开发者用你的开发工具 那你有更多人来用你的开发工具的话呃你就利于不败之地 因为大家都大家都没办法用他们自己的 因为大家都在用同一个东西 那同时你的公司如果有人从你公司毕业跑出去开公司 他是不是也可以沿用之前在原本公司学到的技术在 因为原本公司就把它开圆了嘛 对大概是这样子 嗯这个好像是你去年在Python Taiwan的一个演讲 就是Python Packaging的这个历史演变 有一张图嘛就是在说明说过去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都是这些大公司先遇到了 然后他们先慢慢的建立起可能那一套工具 那慢慢的在就是社群发展的越来越快速之后 这些公司反而反过来必须要去使用这些社群 所开发出来的解决方案这样子 呃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我的前公司他其实在开源上没那么在行 他公司也不认为开源的价值有那么高 所以在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他们最终比较选择的方向就是去采用社群的解决方案 那呃以我现在公司来说就是不一样 他现在公司的话他其实就是 因为他们其实懂得要怎么开源做开源开发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反过头来就是一直有在经营开源这一块 而且他们也知道说什么样的开源专案可能是成功的 什么样的专案要适可就是推不出去的情况下 不过原则上来说必须要说的是在现在开源社群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就是公司自己也知道 然后我们被找进去的人 我们自己也会成为那个帮助公司开源的一员 至少我们有参与开源社群的人知道说开源这一块的影响力有多大 那我好奇问一下就是公司在看履历的时候会去看就是你有哪一些的open source的contribution吗 或者是会看就是github上面有什么参与什么open source的project吗 如果履历到我手上我会看那我也会把它纳入我的评分 不过这也只是我仅仅我一人之力能推动的 但是我不保证系统会我也不保证人资看得懂 那如果你实际上问我个人的话我必须要说就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有价值而且值得参考的 至少我的经验告诉我就是把这些人找进来对公司不会有坏处 因为他们的确会在工作之外还有对技术的热情 我想问的是就是现在很多写python的职缺可能会跟data machine learning 还有backend有关 那我想知道说如果是一个热爱python的人 除了这些职位之外就是还有没有什么职位可能是比较常会用到python 就是如果有人他想要在工作上多使用python的话他要怎么去发展他的技能数 嗯我简单回答是我不建议任何人如果他想要以python为主的工作的话就只学python 我建议你到一定程度以后一定要往其他语言看或者是其他python以外的东西看 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如果只用python的话你一定会碰到一些python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很常情况下我举例来说python常常用在所谓data science在资料科学上 或者是人工智慧机器学习上你看这些很知名的套件他底下都不是python 他只有那个界面是python 而且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我们会这样讲 python是一个工程成本很低的语言那工程成本很低的语言可以解决的工程成本很低的事情 可是你你只想做工程成本很低的事情这件事情在业界上我认为是不成立的就是你往后走一定会走到python以外的世界 所以我非常鼓励所有的人就是呃跳出python的世界去看事情 那呃呃我这么讲也不是说python不重要而是说呃他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然后很多职缺会需要他也是因为他具备非常好的底下的不同的套件的支援嘛 那不过我还是回过头来讲就是说你不可能只靠学习python 或者是只靠使用python就想办法在这个业界立足很久 因为实际上很快就会需要跳到不同的呃世界去解决不同的问题 那那个时候呢绝对不会是学一个工具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样子 每个工具都还是有他特别想要解决的问题吧 或是他特别适合应用的领域 对那我们其实聊到的几种工作类型就是不外乎刚刚有提到说哦可能做一些自动化啊 或是做一些后端啊或者是资料工程资料科学的面向 那你觉得说在在ban这样大公司里面的人使用python的情形 跟外面这些比较中小型的公司 他们在使用上有什么样的差别 好你你刚刚的这个问题我答案跟刚刚世贸的问题其实类似 就是我不认为要用大小公司来去区分呃就是python的用法 而应该是用解决的问题来去区分那除了真的除了像是instagram这类 很特别的公司他们真的是整个system是建立在python上的 那他他这样子的存在是特例之外 大部分的情况下其实python就是处理一些呃 浇水问题底下人家都做好了那你上面只需要做很多不同的尝试的时候 之所以你就可以把python拿出来做这些事情 那你觉得说对一个团队有假设有几百个专案好了 里面使用python的专案就是比例有到非常高吗 假设我们想要进到这样子的公司里面就是说 呃大概知道你知道问什么第一就是你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说 哎我我我想要去这些公司做python 我我我很残酷的讲就是可其实可能不太容易 就是你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工作 他他在这些公司里面就只有python 是事实上可能可能是更残酷的是说 大部分的事情都不是这样python做的 大部分可能都还是回到其他比较快的语言做事情 比较我说执行速度比较快的语言 那不过呢python是无处不在的 也就是说你知道为什么python2到3这么难转 社群上讲的就是他们没有想到python2被这么广泛的用在业界 所以这就是一个理由嘛 那回过头来看也相对的很容易找到python在你的工作上 应该是说大大比较大型的服务应该一般来说不会使用python去做开发 但是在大服务之上如果我要做一些比较交水的问题吗 就可能可能会蛮倾向采用python这样子 所以如果举个例子好了我觉得这样子可太模糊了 呃事实上没有什么大型的没有什么叫做真的叫大型的服务 我们必须要讲说他必须要处理高吞吐量的部分 因为现在都是微服务化了嘛 是处理高吞吐量的部分 他会是呃不会是用python做的 但是你有很多问题不用处理大吞吐量 例如说你可能要呃在线下把一些资料做签处理 那这时候python就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可以选择的语言 所以是事实上在一些大服务里面 呃python是无处不在的 那你你同时你进到一个team内 你会不会真的都是负责开发那一个高吞吐量的部分 也不太可能 因为通常那个部分都蛮成熟 你顶多就是改改相关的加加新的功能等等 对但实际上很多都是基于这些服务产生的结果 而外下去做的事情 那在这部分呢 python可以利用的空间是非常广泛的 我觉得ker今天分享真的是一个宝库 不只是他的今还有很多mindset的建立 最后好奇再问一下就是像ker 现在就是已经有在很多大公司就是工作的经历 那你未来会考虑去startup或者是甚至是自己创业吗 创业的人他必须要有非常清楚的方向 而且他必须要是一个很喜欢做产品的人 那我个人觉得我目前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我可能也不太享受那个过程 像我在大公司内其实我在做很多事情都是一些其他人不太理解有什么好玩的事 所有人都在想要怎么做出一些价值啊 没有人会在意你那个韩式库是python二邪的 然后我应该要转到python三 他根本不在意这些事情 那所以如果你要说创业这部分 我比较没有去想 是保安连工程师都是不太care这件事情吗 我们其实是小众 大部分的人他们进公司不会想要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想想看你如果进到Amazon好了 如果你进到Amazon搜索 你觉得做最酷的事情肯定是 调整了某些搜寻算法 让你的公司产生更高的产值 或者是你做了哪一个使用搜索的widget 在你的页面上 然后那个widget的对公司产生很重要的产值 这是大家最在意的事情 多数人不会去在意说你底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就是这其实还是少数的 那在比较相对比较top tier的公司来说 我们相对geek的人是存在的 但是不是多数 不过因为我们的磁场相近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很容易找到彼此 然后很珍惜彼此工作的机会这样 然后刚好要打断你的结论 对对对我讲完就是创业这部分我比较没有去想 就是除非啊除非今天真的有哪间公司 他就真的在搞一些对python社群未来的 几十年有几十年的夸张 几十年吧对python未来十年有很巨大影响力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 那确实有机会是可以考虑的 那像是我现在的状况其实就蛮理想 就是我同时可以从公司的角度对开源做一些帮忙 那同时又可以在公司内领公司的薪水 然后又可以接触到一些公司相对知名产品的开发 就我觉得已经算是蛮理想的一个状态 但是未来几年会怎么样很难说 就像我从一件份挑另一件份 搞不好我又想要再挑到下一件份一样 那如果有要内推的话可以把履历寄给客人 我觉得至少我现在公司内推没什么用 就是他一样会回到你有没有把题目刷好 其实我回过来讲就是这我今天没讲到 我其实蛮想传递这个概念给大家 第一就是净份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而且我再份我也不代表什么 净份以后我能够产生贡献 能够对公司产生影响力 能够走得顺能够稳定输出稳定生前 这才是最了不起的 所以通常一个人能够净份 他不过就是证明了他懂得准备面试而已 那另外就是不要不要为了刷题而刷题 因为刷题其实是一种态度的建立 你要对你建立的态度是指说 你很多人在学校可能觉得我学了一技之长 我在业界使用这个一技之长 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是 我们在业界每一天都要去学行星的东西 那你当然你可以停下来就用那些旧的技术 用那些已经会的东西 但是你终于有一天会走到一个相对不顺的 地步 所以大部分在月顶间的公司的工程师 他们都会具备这样子一个态度 就是要不断的去学习 所以你进到这些公司来 你发现你只是很努力的刷题才进来的 通常你大概也会蛮痛苦的 因为这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 我预期你就是已经刷 你知道怎么刷题 而且我也根本不在意这些事情 我在意的是你在刷题之外你还有什么 我觉得刚刚前面科尔分享的那些mindset 或者是在工作中 可能是自己去努力争取 或者是想办法去沟通的那些过程 也都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方向 那我们就感谢科尔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在fan里面工作的经验 谢谢科尔 那我们要请科尔给我们一个评语 他是我们PiCast的顾问 那他要评论说他上PiCast这个节目的时候的感受 这是什么桥蛋 我就觉得整个整体录起来感觉好像QA感蛮重 就是还是有蛮多 不太像一个访谈 对更对话一点的空间 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太久没有访谈了 所以我们有一点忘记之前那个感觉是什么 我们上一次真的录节目就是访谈节目好像已经是六月四了对不对 没有没有八月底那个时候是那个我们找佳恩来录音的那一次 九月份我们就没有做访谈了 今天真的微拉惨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说因为网路会有点延迟 然后我就不太确定说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我可以插入讲话 我们中间的延迟好像都有三秒之类的 拆访感的话的确就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我们确实是有很大的延迟 然后像我有时候讲完话我就要等个几秒才 你们才开始有反应 这个确实是存在 而且我们刚刚又把视讯关掉 所以不确定是在思考还是说真的是lag 因为我们之前会这样 对然后就是举个想 对了解了解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是说在FAN工程师都怎么用Python 但是其实我我觉得今天整个访谈下来我感受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因为确实这是我想要回答的 我本来想说就是访谈的走向会变成是说在大公司用Python的时候 因为我们做的scale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可能会用一些一般业界不会使用的方式去搭配Python 然后把这个语言的特性发挥到更极致之类的 我本来以为会是这种路线 但是我们今天变成比较是心法上的路线 因为其实不是这个路线 就是至少在我所知 除非你真的在Instagram之类的奇怪的特化的环境下 不然的话不会有这种经验 而且它也不是主流 就是你可能要找Instagram的人来采访 你会听到一些很有趣很特化的答案 但是我的回答就是比较general 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些比较一般的问题 就是你在打造的那个产品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使用的技术本身 就算我们去模仿Instagram里面做的那种做法 那在不是Instagram以外的其他地方 其实也都派不上用场 实际上我必须要说就是 你一般人不会想走到Instagram那样 因为你要走到Instagram那样 其实你要付出的成本非常高 就是原本Python的存在是一个低工程语言嘛 那你要走到Instagram那个程度 你就变成是要把所有的人 所有的资源都投注在 甚至是标准的制定啊 然后告诉Python社群说 社群要怎么针对这类的问题下去处理吧 那你不会觉得这个就有点太过了嘛 就是你一般情况下你用其他语言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你特别用Python去解才导致你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硬要使用这个工具反被工具耽误的感觉 有点这种感觉 但是你不得不说你要感谢Instagram 因为他确实他们为了社群做了蛮多很有趣的贡献 例如说可能效能不佳 他可能会想办法做一些很奇怪的调整 让效能变很好 那这时候社群就会去看说 到底Instagram搞了什么 那对于一些可能小规模 吞吞量不那么大的服务 他他一样可以受益于Instagram的贡献 对吧 因为他Instagram把Python弄得更有效率 那其他用Instagram解法 即便对付的用户没有那么多 他们一样可以就是变快 所以事实上 我们必须要感谢Instagram的存在 但是同时就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主流 但你觉得说其实Instagram这个例子 它就是一个反向的有大型的企业 去反馈回到Open Source的一个案例 而其实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有类似的 谷歌已经有一个案例 就是叫做AppSale AppSale是一个一个韩式库 那那个AppSale韩式库里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东西 叫做Flat Hatch Map 那我们都知道在C++的标准韩式库里面 就有一个叫做SDD Map 或者SDD Unordered Map 那这个SDD Unordered Map或SDD Map 它是非常没效率的 因为很多历史因素 那谷歌它自己就搞了一套非常有效率的 Map的解决方案 那它就把它开源了 那开源它目前也证明是最有效率的实作解法 那它从此也是其他现代语言的参考 像是Roster的Hatch Map 就是一样是这样在做的 所以回过头来说就是 谷歌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搞到开源 因为很简单 如果我谷歌不开源它 从谷歌毕业的人挑到其他公司 它一样可以把谷歌以前 这些Code 这些程式码超过去他们公司内 这样子对整个全世界是生态系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通常这些大公司他们就会把这些解决方案开源 那我现在在做的其中一件是 在谷歌内做的其中一个专案 它在做的就是在尝试 做一个把交水的键 就是把Python这一层的interface 对接到其他语言的interface做得更完善 那我们内部在做一些尝试 那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开源了 只是还没有被推广 就我们内部要先证明说 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 同时要把这个解决方案推回社群 就势必会有一些人他们在社群内的 公司会投资这些人 然后愿意让这些人 把一些相关的东西贡献回社群 做这些事情的难度其实非常高 而且成本也非常高 但是它确实都是在发生 Instagram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Python在Web这边的应用是非常大的贡献 了解 这段分享非常的深入 这有点技术 对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其实我刚刚讲那段是 我原本准备在回忆里面的 但是我真的哦 我反而觉得刚刚那段很棒 然后 因为刚刚那段我有准备 只是我好像没有找到一个点回忆里面 适合签入点 对 不关心我们再想办法把它剪进去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剪 对啊 或者是我们就放在最后的总结 也可以 好 那还是感谢柯今天跟我们一起录这一集节目 然后让我们更能够一窥那个FANG 这些大企业内部的工作方式 那 对 就是 算说我感觉好像整体有点混乱 但是 呃 大家应该还是可以从中吸收到一些精华 我相信 好 我们先说个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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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